救護車趕到現場 左臨右舍已經全跑出來查看 有的幫忙指引 因為事態嚴重了 發生兒子砍死媽媽的人倫悲劇 殺人一度慌亂 不知如何報警 還是鄰居協助打了110 公寓梯間拉起封鎖線 而嫌犯是他 23歲的正姓男子 體型壯碩 但在鄰居眼中 他為人相當憨厚 我媽媽給殺掉了 我解脫了啦 我說你媽媽你怎麼可以給我抬一下 不要了 我不要他了 我解脫了啦 這樣就是真的 都在他在說 告到那個已經不知道屋出多久了 那個小孩在我這裡形象才好 施敬帆在高雄前鎮 23歲的嫌犯 高職畢業之後沒有工作 在家專心照顧 零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媽媽 29號傍晚5點多 疑似因為媽媽塗了藥膏 他勸阻說不要亂塗 結果爆發口叫 他一時情緒失控 持水果刀砍媽媽 導致媽媽緊動脈大量失血 送醫不治 而爸爸第一時間回家發現出事了 還一度想幫兒子頂罪 他們學生說他台語的老爸 叫他們學生走 就把警察說過台語的 就說你把我靠 警察看他的生活很乾淨 兒子的身體都出血了 腳都都開了 人家那個看就知道了 持水果刀砍下母親 至時母親緊盾賣大量出血 後續將依殺人罪 報警假官指揮這門 一家四口平時相處就時常有些爭執 沒想到一次因為照顧壓力太大 讓兒子一時理智現段 發生無法挽回的憾事